那個地方叫熱內社區 社區裡面其實我們做毛巾 台灣做毛巾的大眾都在熱內社區這邊 所以他覺得說 大家都看過毛巾可是沒有看過棉花 所以他有一個發想 就是把棉花種在他的田裡面 可是他剛開始是由市種 慢慢種 結果他覺得 其實要種棉花他需要用很多的農料 他等一下他就會再詳細的跟各位解釋一下 但是呢因為他為了要試種 所以他把他那塊地的棉花種 種了今年是第二年 之前第一年的時候 一般棉花他的採只是一年一採 然後就就把他 把他就沒有再採就重新再種 可是他已經種第二年第三年了 但是他的棉花一樣還是長得很好 但是最主要是完全都沒有用到農藥 他之前底下都是養了一些雞 由雞再去吃那個草 他現在因為沒有在養雞了 所以他的就是任由他這樣子去成長 他是一方面做紀錄 一方面做實驗 一方面是在 就讓他用最自然的方式去讓他成長 所以他等一下他在他的後面 現在因為他也是我們農博的百大亮點之一的一個場地 是棉花的場地 他現在有做一個溫室 我們等一下會到他們的溫室去看 所以可能會有一點點溫度比較高 各位請多包含一下水可能要帶一下 對對對 那待多久 大概半個小時 大概半個小時 我會請到因為其實我們今天的行程 真的是很隨 比較隨性 就是走到哪裡看到哪裡不要太敢行程 因為有一些像我們剛剛進來 進來裡面其實很不好意思 就是說因為他們是分很多個包商下去做 所以他們都同時在進行 同時在進行的時候 就整個場看起來就是覺得覺得非常的都是工地的狀況 可是當他完成的時候就是不一樣的一個樣貌 各位先生美女們 你們是第一批進來的 所以可能在剛剛我們有講過 可能在報導上面 可能要麻煩一下 你跟憲夫他們想說 他們如果都沒有做那個施工中的紀錄 到時候請他們一片子 哈哈哈哈 很多害羞的 海所有權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 其實應該他們從養地開始 從選地養地開始 他們都有 我們這邊都有 都有做紀錄起來 都有做紀錄起來 好好好 這個是很好的建議 這是高鐵旁邊這邊的住家 這是建地 也不便宜啦 對對高鐵就在這邊 這是雲林的台大醫院 他雲林的 他之前分院 雲林台大分院就在這邊 對對對 所以我們其實都在 高鐵也是在 分院的在後面一點 粉紅色 台灣藍樹 我們這邊台灣藍樹種很多 這是普練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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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藍樹也種蠻多的 這是加東樹 這是加東樹 對對對 剛剛那個土練出來 不是又邊粉紅色 那是普練 我們等一下車子 可能會停到 新龍毛巾觀光工廠的停車場 但是我們不是要到 新龍毛巾觀光工廠 我們是要到棉花田 因為它的那個田地 路況比較不好 所以大型遊覽車沒有不好進去 可能要麻煩各位運動一下 要帶著水 對 要帶著水 麻煩一下 請問它的棉花田 跟我們在台北的那個連鎖的 有機商店 蓮花田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 我們是簡稱 它是種棉花的田 叫棉花田 很簡單 其實在我們這個地方的稱呼 對地名的稱呼 都很 就很符合在地的 因為它是種棉花 所以我們都稱它那個地方叫棉花田 對 然後 然後 像那個 這邊 這是我們的 意象 這邊是那個 從這邊過去就是 我們虎尾跟那個 虎尾的交流道 它有二處出口 它虎尾跟斗六的交流道 是在這邊 它那個 那個就拷倒我了 不好意思 其實那個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黃色的花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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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糟糕 今天可能 油軟車太多了 都是到新老毛巾工工廠的 不是不是 它是到新老毛巾工工廠的 嗯 那我們 沒有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聽的話不好意思 不會啦 不會 路邊也不能 他跟 他跟我說 他那邊可以停 因為一般 我們帶的 那個都是比較 自己開車 比較賞客 騎腳踏車 我們有曾經辦過騎腳踏車的活動 嗯 有 我們 有 Pei G angels 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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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